今天与朋友讨论文字风格与作家性别的关系最后达成一致 那就是女性作者所写的书大多对感情的追求都是天真浪漫 大概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谁家少女不怀春吧 而男性作家们呢则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务实和势力 有的甚至将中二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在名著当中有位凸显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出一些特礼 比如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等 而在女性作家的著作中 以禁欲戏分类的主角又更加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想一想一个无欲无求的人一旦陷入欲望和爱情 他们表现出来的深情杀伤力可一点都不比风流才子少啊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名著《荆棘鸟》 正是一本以禁欲戏大叔为主角展开的小说 其中关于这位大叔与小他二十岁的罗莉的爱情故事 更是被很多人当作是爱情的启蒙 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段令人奋不顾身的美好爱情 拔掉这些名著小说的羞耻外衣 压缩在十分钟的时间里 岂不是特别有趣 故事的女主家住新西兰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农村生活 一家人全靠父亲替人家剪羊毛为生 不过可能是因为行业竞争压力大 不久女主的父亲变失业了 唯一的经济来源被掐断 就在一家人发愁的时候他们收到了女主姑姑从澳大利亚寄来的信 信上说她年事已高 指不定哪天就要嫁和西去了 所以准备让女主他们去继承遗产 对于这种一失业就有救济金的好事当然不能错过了 于是女主一家收拾好行李就踏上了逃奔 哦不 是探亲之路 而在那里 女主就碰上了之后与自己纠缠一生的男人 男主是当地的一位神父 他长相英俊 气质优雅 在一众屌丝当中十分的出彩 美中不足的是 他的事业似乎并不顺风顺水 因为后台不高 所以他干了很多年 还是个普通基层 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女主的剧情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他29岁 而女主才9岁 但事实上 他们那时候的爱情还是很纯洁的 毕竟男主还是个信奉教会的人设 女主的姑姑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富婆 身为神父的男主 不得不经常与他周旋 即使他的内心是十分厌恶他的 但是同时呢 他却又能够见到活泼可爱的女主 也就不那么难以忍受了 但是女主的姑姑却没有那么大度 当他看到男主对待自己侄女的暧昧感情之后 心中十分记恨 想着什么时候循迹报复呢 在女主17岁的时候 富婆终于死去 但是赋予心计的他 在临死之前交给了男主一封信 信上说富婆的财产 其实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 加上一些不为人知的小金库 他的实际财产达到了1300万银棒 而如此巨额的遗产 要是由女主一家继承 那么女主也能变身小富婆 走上人生巅峰了 但是剧情会这样发展吗 当然不会了 恶毒的富婆修改了他的遗嘱 他决定把财产以男主工作出色的名义 献给天主教会 同时声明这笔财产将永远交由男主支配 同时女主一家可以继续住在原来的地方 这封信的出现 意味着有两种选择摆在男主面前 一种是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把信给烧了 女主一家照常继承遗产 而另外一种就是男主公布这个新遗嘱 那么他必定会因此受到教会的重视 获得工作晋升的机会 不过这也就意味着女主一家将失去遗产的继承资格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要为富婆鼓掌了 多么高深的重复啊 还真是死了都要搞一波事情啊 那么在上帝与女人面包与爱情面前 男主将会做何选择呢 想象一下深情的男主并不为金钱所动 将信义主烧毁 然后再将真相告知女主 女主泪流满面 两个人坦白情感 然后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故事结束 这种童话般的剧情 当时是不会出现的 所以真相是男主公开了遗嘱 成功晋升的他 离开了这座城市 也离开了女主 女主一家虽然没有得到遗产 但是他们还是搬进了富婆 原来原来去住的大房子 而心怀愧疚的男主 也给他们寄来了足够多的钱 让他们维持着小康生活 不过这种日子并未过太久 女主父亲因为在转移羊群的时候 遭遇了大风暴 并且因为风暴引起的大火而被吞噬 这时他的一个哥哥 也因为意外被野猪的獠牙刺死 这接连而来的悲剧 让这个家陷入了谷底 而男主也是匆匆赶回来 帮忙埋葬了死者又走了 只是在临走之前告诉女主 我很爱你 但是我们不能在一起 What 总之离开后的男主事业节节高升 而女主却饱受相思之苦 不过家里新故来的剪毛公 改变了这一局面 他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还是那个烂俗的套路啊 剪毛公与男主长这张酷似的脸 所以当剪毛公顶着这样的一张脸 追求女主之后 女主挣扎再三 还是答应嫁给了他 不过女主这一生桃花韵并不是很好 因为剪毛公实际上并不爱他 他追求女主的动机也并不单纯 只是因为女主很有钱 能够帮助他实现买牧场的愿望 所以婚后不久 他就让女主去一户人家做管家 并且把女主所有的钱都存到了银行 这位钻到前眼里的男人 甚至在女主为他生下女儿的时候 都忙着挣钱 而拒绝回来看望他 而此时的男主 却因为始终放不下 回到了女主身边 两人一起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不过因为要去担任更重要的人物 男主又一次选择了离开 不过这次他留下了一点东西 那就是尚在女主度中的亲生儿子 明白了自己感情的女主 决心要离开剪毛公 回到原来的城市和母亲住在一起 而二战爆发 男主晋升为红衣主教 并且在战争里运用宗教影响 保卫了罗马 声望达到了顶峰 事业已经圆满的男主 决心去追求爱情的双丰收 可是当他跑去找女主时 听到了儿子的姓氏 以为女主又一次回到了剪毛公的身边 尽管这一想法让他痛苦不堪 他仍然帮着女主照顾孩子 颇有些黄金胚胎的感觉 直到最后 因为女主儿子不幸溺水身亡 这时的男主才知晓 原来他是自己的亲生孩子 悲痛万分 最后他在悲伤与悔恨中死去了 故事的结局就是这样 可以说 这是一个带着言情小说式的 意淫和美化 由肥皂剧情节贯穿的世俗爱情故事 为事业前途 先是甘于与老女人周旋 而后又放弃爱情的男主 可悲的 极自尊和无知固执于一身的女主 干活机器般的手材奴 剪毛公等等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 都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当然 金鸡鸟的动人之处 并不局限于男女主的禁忌之爱 更多的是他彰显着宿命轮转 兴衰交替的不可逆转 在前面的介绍中 我们没有提到女主母亲 其实她的故事也一样令人动容 本来是名门之女 但是因为与已婚政治家相恋未婚生子 而遭到家族的放逐 被迫嫁给穷小子 也就是女主父亲剪毛公 从此他沉默寡言不哭不笑 女主父亲确实是真心实意的 爱着他从天而降的女神妻子 给予他全身心的崇拜和挚爱 但是换来的却永远是女主母亲的冷漠相对 直到她丧生于火海 女主母亲才发现 自己有多么爱这个平平无奇的剪毛公 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也是人们为之着迷的 《荆棘鸟》这本小说 一个讨论点还在于 它经常被拿来 与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 创作的长篇小说《飘》做比较 首先这两本书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少共同点 首先是主角人物 这两本书中 女主成长的背景 都是巧妇卓夫的配置 也就是说 母亲是忧郁高冷的美人 而父亲就显得有些气场不足 当然了 两位女主的设定差别也是很大的 毕竟在牧场上长大的梅吉 和骄傲漂亮又虚荣的小公主斯嘉丽 显然不是同一类人 而男主也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 仅仅了中的男主是禁语系神父 是神圣安宁和平的代言人 而飘的男主 则是一位气质风流的浪荡子 但恰恰是这两个极端 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对于读者来说 能让好男人变坏 和能让坏男人变好的爱情 都同样具有致命的诱惑力 这两本小说都从女性的视角出发 描写了一种高级玛丽苏的剧情 金鸡鸟的男主身为主教 最后却为了女主背叛了上帝 而飘中一个发国难财的走私犯 为了女主跑去参军 正是这种为了心爱的人 我什么都愿意做的精神 才是玛丽苏的最高境界 比起现在网络言情小说中 只会口头表白的霸道总裁来说 当次高了不是一点点 然后再说背景 在这两本小说中主角们的遭遇都是 一时天堂一时地狱 当你觉得剧情圆满的时候 它马上就会出现悲剧 除此之外战火纷飞 家国命运和爱恨情仇交织 这些都足以酝酿出最好的故事 让读者欲罢不能 当然了也有人认为 金鸡鸟并不能称之为是澳大利亚版的飘 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句营销台词 因为同样是描写女性 金鸡鸟中大部分的女性形象 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温顺甚至自卑 而反观飘 所以这一对比之下 金鸡鸟因为女性自我价值的缺失这一点 会让人觉得这本书的口味有点过时了 那么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如果你有其他的看法 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评论区进行评论交流哦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节目再会咯